据英国独立报7月21日报道 来自英国的恋童癖者正奔赴波兰 他们声称要去为乌克兰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其中包括数千名无人陪伴的儿童 目前已被发现的多名恋童癖者已被要求离开波兰 英国国家打击犯罪局表示 在核污冲突爆发后的6周内 就有10名已知的英国性犯罪者前往波兰 报道称在与波兰移民官员和执法部门面谈后 这10名男子全部被要求离开波兰 英国当局正在努力阻止其他性犯罪者前往波兰 NCA发言人表示 对我们来说 这是为了让合作伙伴意识到 这些曾被定罪的儿童性犯罪者出现在他们的地盘上 原因很明显 至少已有5000名来自乌克兰的无人陪伴儿童抵达波兰 确保他们的安全绝对是最重要的 报道提到官员们表示 被定罪的恋童癖者 本应向他们所访问的国家申报自己的犯罪记录 但我们不可避免地发现他们并没有进行申报 目前NCA正在防止英国性犯罪者 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前往波兰或其他国家 以及确保在他们没有遵守规定的情况下 将其驱逐出目的地国家 报道称NCA表示 这个问题是核无冲突引发或加剧的一系列威胁之一 这些威胁包括残害难民的现代奴役 人口贩孕和有组织的犯罪 近日 荷罗斯电视台称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英国恋童癖者 在被驱逐出境之前 是否与任何乌克兰儿童接触过 与此同时 除了儿童难民 逃离乌克兰的妇女也受到肆虐者的威胁 《卫报》此前报道称 乌克兰当局在本月初逮捕了一个犯罪团伙的头目 该团伙向失去工作的乌克兰妇女提供虚假的国外工作机会 目的是将她们贩卖到土耳其强迫卖淫